一道宏光瞬间从空中战场中落下 落在了龙好尘和白月身边 他一把就从龙好尘手中接过了白月 同时指着阿加雷斯一同陨落地面 在地面上砸出一个大坑的魔神皇 大声地吼着 好尘 杀了他 快杀了他 杀了他 我们人类就能够冲出黑暗年代 恢复大好和善 这猛然冲过来的 一把抱住白月的正是龙好尘的父亲 骑士圣殿裁决于审判之神艳骑士龙兴宇 只不过 此时的龙兴宇面旁有着几分扭曲 神色间更是带着几分猙獰 似乎是在忍受着什么巨大的痛苦一般 如果没有魔神皇在战斗开始的那番话 龙好尘自然不会多想 可此时此刻 母亲竟为了摸神皇而跳下御龙关 这一瞬间 他心中充满了痛苦 白月 则在龙兴宇的怀中 挣扎着大叫 不 不要 侯尘 你不能杀他 无论是杀他 也不能是你 他是你的 龙兴宇一巴掌抽在白月脸上 将他倒嘴的话 给堵在了喉中 父亲 看着龙好尘一家的样子 眼神闪烁 龙兴宇 你有什么资格打探 我为什么不能打探 无论他以前发生过什么 我都可以不在意 不计较 甚至在我心中 已经冲破了那一层阻隔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为自己的儿子考虑考虑 好尘是圣殿联邦的主席 好尘所做的一切代表蛋 早已不是他自己一个人 而是整个圣殿联邦 为了阻止好尘杀你 他竟然选择了跳城 还要说出不该说的话 难道他就不怕好尘因此而身败名裂吗 身败名裂 好一个身败名裂 难道他不说 我就不会说了吗 原本战场上的双方 都已从空中落下 只不过 魔神皇带来的魔族强者 现在只用凋零来形容 在刚才的大战中 林心释放出的黑火凤凰 爆发出了极其恐怖的攻击力 魔神皇带来的十九位魔神中 除了他和阅魔神阿加雷斯外 还活着的 竟然只剩下了六名 而且 无论是哪一族的魔族强者 都出现了大量的伤亡 可以说 就算龙好尘没有击败他 魔族也已伤及了根本 更别说 刚才空中大战 龙好尘还击杀了新魔神 瓦沙克 带领你们想要冲破我魔族 所布置的黑暗的联邦主席身上 却流淌着我魔神皇 锋锈的血脉 魔神皇的声音 传入了双方 每一位强者的耳中 残存的魔族强者们 全都因此而震惊了 圣殿联邦这边也是样 如果没有龙兴宇夫妻刚才那一幕 说什么 圣殿联邦的强者们 也不会相信 作为敌对势力的魔神皇 只会认为 他是在挑拨离间 但从此时龙兴宇夫妻 以及龙好尘自己的表情上 就能看得出来 魔神皇所说 有可能是真的 龙兴宇的身体 因为愤怒而颤抖起来 他猛地转向了白月 他的神情 终于因为魔神皇这话 有些控制不住了 你现在满意了 看着浩尘受到这样的质疑 你满意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明明都已经不计较了 为什么你还要说出 龙好尘是他的儿子 你可知道 当初在魔都新城的星魔塔之内 封秀已经杀死了浩尘一次 为什么 我爱了你这么多年 在我的生命中 除了早已逝去的母亲之外 你是我唯一深爱着的女人 无论你做了什么错事 我都能原谅你 可是在你心中 却始终惦记着她 为了她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我做错了什么 让你如此绝情 当浩尘从魔族归来 参加圣殿大笔的时候 我甚至已经完全将她 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了 可为什么 你却依旧要如此伤我的心 为什么 白月听着龙兴雨的话 瞪大了双眼 她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抬起右手伸出食指 指着龙兴雨 因为过度的激动 她的身体不受控制的颤动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 要崩溃一般 龙好尘一步上前 扶住母亲 将自己柔和的自然生命之力 注入在母亲的体内 这才帮助白月的身体状态 稳定下来 她真的不愿意面对 眼前这一切 可是所有的都已经发生了 由不得她不去面对 她已经想好了 无论怎么样都不能放过魔神皇 这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类 如果今天不趁这个机会把她击杀 恐怕第二次她就会更加下不了手 她不断地在心中告诉自己 自己的体内属于魔神皇的那份血脉 早已在心魔塔被魔神皇击杀的时候 就湮灭了 现在她只是自己的敌人 啪的一声 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白月站起身 指着龙兴宇半想说不出话 却是猛地抬起手来 抽了她一巴掌 你混蛋 因为愤怒 白月的绝美脸庞上 甚至是有些扭曲 在她一侧的翘脸 还留有龙兴宇之前留下的掌印 我混蛋 这句话让龙兴宇有些呆滞了 她曾经无数次地想过 当自己和白月摊牌之时 她会有怎样的反应 但却从来没有想过 会是这样的结果 她竟然打了自己一巴掌 你不是混蛋是什么 不要说自己的妻子乱伦 说自己的儿子是别人的儿子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你更混蛋的人吗 龙兴宇一下子就猛住了 脑海中是一片的空白呀 魔神皇说龙好臣是他的儿子 还有乱伦是什么意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聪明如他 现在大脑完全是转不过弯来 白月此刻突然是放声大哭 我愿意为他死 是因为我体内有着他一半的血脉 他是我的父亲啊 好臣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怎么能这样怀疑我 还怀疑了我十年之久 妈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啊 好臣 我没想到 我万万没想到 你爸爸他竟然会这么想 难怪 难怪他当初会那么狠心的 非要将你留在奥丁镇 说是要培养你的能力 我不知道多少次问他 可他却始终不肯来接你 甚至还失踪了好长好长时间 原来 他竟然以为我背叛了他 就连你也不是他的孩子 龙兴于此刻呆呆地站在那里 却是半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来 他只觉着 胸中似乎是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 压迫的他喘不过气来 在他内心之中 已经痛苦了二十多年的事 事到如今 却似乎都只是一个误会 这对他来说 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在他内心之中 更是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摩神皇也是阴沉着脸 看着龙好尘 此时的心中也充满了怪异的情绪 颤抖到了现在啊 已经基本结束了 他很清楚 在奥斯丁格里芬的帮助下 自己已经不能再战胜龙好尘 此时的他 一边听着白月如气如速的声音 大脑一边在高速的运转 思考该如何转变眼前的局面 白月在龙好尘的搀扶下 他站着了身体 用略微颤抖的声音说着 龙星云 就真是我玷顶不认识 你凭什么说他不是你的儿子 他先天精神力 遗云于常人 这分明是逆天魔龙族的象征 而且 他长得并不像我 儿子向母亲 这有什么错 那你为什么不说 他体内的光明属性 是来源于哪里 难道是来源于魔神皇吗 你的心已经被疾恨所蒙蔽 你竟然一直当自己的儿子 是敌人的孩子 竟然认为自己的妻子不真 你就这么的不信任我 当初你在魔族抓走了一年 我本来以为你已经死了 而当我在奥丁镇找到你的时候 却发现你已经有了号尘 我不能不怀疑 你 你混蛋 你竟然有所怀疑 为什么不问我 为什么 我怎么问 你让我怎么问 我是那么的爱你 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伤害 也不愿意让你受到 我怎能向你问出 如此伤人的问题 而你 也始终未曾有向我透露的一丝望 龙好臣此时的心情 就像是被狠狠地摔在地上后 又拔高到云端 他终于隐约地明白 这似乎是一个误会 自己并不是摸身皇的儿子 而是摸身皇的外孙 母亲是摸身皇的女儿 而被自己重创的阿宝 竟是自己的舅舅 白月悲伤的面旁 略微恢复了平静 他猛然转过身子 紧紧地搂住了龙好臣 对不起 好臣 对不起 是妈妈害了你 妈妈不应该将一切都隐瞒 造成了这几乎诸成大错的误会 是妈妈对不起你 让你这些年受了这么多苦 是啊 自从当初龙好臣 跟随龙兴宇修炼两年之后 龙兴宇就带着白月走了 让他失去了父母的关怀 与爱护 之后的十几年 一路走来 他依靠的只有自己 不知道多少次 历经生死磨难 如果不是运气 始终站在他这边 恐怕龙好臣 早就死在了前进的路上 而在这十几年的过程中 无论是龙兴宇还是白月 始终没有真正的帮过他什么 龙好臣的身体 轻轻地晃动一下 十多年的历练 他的心智早已坚定如铁 可此时此刻 在他心中 却充满了脚痛的感觉 直到现在他才清楚 原来自己的父亲 从来没有将他当成亲生儿子看待 那么他培养自己 又为了什么呢 为了让自己有一天击杀陌生皇 上演一幕他认为的父子相残吗 龙好臣的心 充满了苦涩 这个误会之中 龙兴宇受到了伤害 白月也受到了伤害 可承受伤害最深的 也是最无辜的 乃是他呀 一个明明有着父母 却十多年来未曾得到过父母关爱 甚至被亲生父亲所怀疑的孩子 不是孤儿 却胜死孤儿 至少孤儿心中 没有对父母亲情的希望 而他明明有着希望 但却遭受践踏 龙好臣 用力地深吸口气 抬头望着天空 勉强地不让泪水滑落 他搂着怀中的母亲 艰难地说着 妈妈 我不怪你们 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 已经是最大的恩情 我没有怪你们的资格 我现在只想知道 真相究竟是什么 你为什么 是陌生黄的女儿 而在我出生之前 究竟都发生了一些什么 好 好 妈妈都告诉你 都告诉你 我的母亲 也就是你的外祖母 曾经是一位牧师 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白灵轩 是一位牧师 而且 也是一支猎魔团的成员 从很小的时候 她就展现出了强大的牧师天赋 在牧师圣殿中 乃是天之娇女般的存在 成为猎魔者之后 她就跟随自己的猎魔团 在魔族中纵横驰骋 修为也越来越高 死在他们团队手中的 魔族强者 不计其数 有一次 他们在任务中 遇到了强大的敌人 团队成员 几乎全部死亡 在团队中的战士 拼死保护 你外祖母 才能逃出生天 但是 那位战士 在救出你外祖母之后 也死了 那时 他们还在魔族的境内 你外祖母 本身实力虽然很强 但她毕竟是一位牧师啊 当时不但灵力 近乎枯竭 还受了很严重的伤 她逃出没有多远 就在一片树林中昏迷了 是我救了她 我当时正在巡视各族 正好路过时 感受到了人类的气息 于是就见到了灵轩 当时她的伤势很重 脸色苍白如指 可是当我第一次 见到她的时候 就被她那柔弱的气质 和绝美的容颜所吸引了 那完全是一种 和我族不同的美感 于是我鬼使神采的 没有杀死她 反而平退左右 独自将她救起 灵轩醒来之后 见到的已经是 刻意掩饰过的我 以我的修为 她当然是无论如何 也看不出我是魔族的 我告诉她 我也是猎魔团的一分子 和她一样 我的队友 也都已在战场上阵亡 正好路经死地 发现了她 才将她救了下来 灵轩虽然是一名猎魔者 但是她的心思却十分单纯 根本没有半分怀疑 就相信了我的话 在我的帮助下 她的伤势渐渐好转 我们也越来越熟了 她是那么的美 那么的温柔 为了取信于她 为了能够多和她在一起 我甚至不惜帮助她 去完成她的任务 甚至帮她杀掉那些 杀死她队友的族人 当时她对我很感激 也更加地信任我 不知不觉间 我们双双落入了爱河 或许这是一段 不该出现的感情 但是月儿 就算到了现在 我也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你母亲是我 这一生中最爱的女人 没有之意 听到了摩真皇的这番话 白月不禁再次地痛哭之声 而龙星宇 更是身体一晃 闲些摔倒在地 她终于完全肯定了 白月的话 一直以来 在她心中最为矛盾 也令她最为痛苦的 就是龙好尘这个儿子 此时此刻 得知龙好尘 乃是她亲生的儿子 可她心中的痛苦 却要比以前更加地强烈 和白月比起来 她更加对不起儿子 而且她还曾 魔神皇的声音 十分的温柔 这是所有魔神 都没有体会过的 哪怕是岳墨扎加雷斯 在这时 也能感受到 魔神皇话语中 那份前所未有的 真挚情感 她也是现在才知道 原来爱上人类女子的 不只是自己 这位已经统治了 魔族数百年的 一代魔神皇 也曾经对人类的女子 动过情 而且爱之深 比自己 有过之 而无不及 我陪着灵轩 在我族境内 整整一年之时间 时间我帮她 完成了所有任务 而她也终于爱上了我 孤男寡女在一起 再加上感情的升华 终于让她成为了 我的女人 灵轩那天对我说 她想家了 想要回去看看 看看亲人和朋友 也要将我们的事情 告诉大家 然后就嫁我为妻 当时我不知道 多少次想要告诉她 我的真实身份 但是 却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口 因为我能感受到 她对我族的那份恨意 更知道她的父母 都是死在 与我族的战斗之中 我不能说 因为我太怕失去她了 当时我甚至想过 为了她而放弃魔皇之位 就这么装下去 始终装成人类 和她在一起的那年 也是我这一生中 最为幸福的一年 我先后几次用话语 化解了她想要返回 圣殿联盟的打算 但是后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她却史无前例地 坚持要回去 无奈之下 我只得送她到 圣殿联盟宾境 当时在她眼中 我是一名人类的战士 为了不被揭穿 我告诉她 让她先返回 牧师圣殿等我 我去战士圣殿 向父母家人 禀报之后 就去找她 林轩一不舍地走了 而我却万万没想到 她这一走 竟然就是永别 妈妈之所以 坚持要返回联盟 就是因为 她当时已经怀了我呀 她不肯告诉你 是因为她害羞 你当时答应过 回到联盟就娶她的 她返回牧师圣殿后 就一直在等你 等你来接她 可是 你却没有来 你却始终没有来 是啊 我没有去 当时我只是在想 究竟用什么办法 能够一直和林轩在一起 而就在那时 就在人类边境 我的身份 不知道为什么暴露了 没当我去掉伪装 和为了掩饰黑暗气息 在体内留下的封印 就遭遇到了 两支称号级猎魔团的围攻 以我的修为 本来是不怕他们的 但我为了完美地掩饰自身体系 自行补下的封印 实在是太坚固了 没有足够的时间 根本不可能冲得开的 于是 我陷入一场苦战之中 虽然最终我终究还是凭借着 逆贴摩隆主的 微能逃走了 却也是身受重创 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受重伤 我不可遏制的就怀疑到了林轩身上 因为只有他一直和我在一起 如果不是他发现了我是谁 并且感受到我体内封印的存在 为什么会这么巧 就在他执意要返回圣殿联盟之后 我就遭受到了两只封号级猎魔团的围攻 当时我很痛苦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连带着体内的重创 令我昏迷了很久 还是凭借自身强大的愈合能力 才将我的伤势尽尽致好 可是 等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后 却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 那时我心中想到的依旧是林轩 我不相信那是他部下的圈套 我要去找他 我无论如何都要去找他问个清楚 于是我的伤势才刚好 就立个化妆前往圣殿联盟 前往牧师圣殿去找林轩 可等我到了牧师圣殿 找到的却是林轩的母碑呀 原来竟然真的是那么巧 是巧合之下我才碰到的那两只称号级列国团 妈妈回到牧师圣殿后 就等着你的到来 但是 她却等不到了 妈妈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我 肚子也在一天天的变大 等到五个多月的时候 本就身材瘦弱的妈妈终于瞒不住了 将她和你在一起的事情告诉了家人 当时你化名叫做风铃 是战士圣殿的一名战士 妈妈等待了你数月你的畏惧 她还有了你的孩子 姥姥姥爷虽然早就不在了 但妈妈还有其他的亲人 还有师长 很快 他们就向战士圣殿 以及猎魔团任务塔 发出了质疑的询问 得到的答案却是 查无此人 当时 妈妈的情绪近乎要崩溃了 但是那么的无助 没有人能帮她 直到她死的那一天她都不清楚 原来自己曾经深爱过的人 竟然是魔族的统治者 魔族七十二珠魔神中 排名第一的逆天魔龙皇 找不到你 很多人都明白 妈妈恐怕是受骗了 他们劝说妈妈 不要将我生下来 那样祸毁了她的一生 可妈妈不肯 妈妈实在是太善良了 她无论如何 也不肯将我打掉 她说 哪怕是用一生为代价 她也要将我生下来 十月怀胎 一朝落地 我出生了 但是 也正是因为我的出生 给妈妈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灾难 我自身的属性 是黑暗 我继承了你 逆天魔龙族一半的血脉 继承了你的黑暗气息 那时候妈妈才知道 她曾经深爱过的男人 竟然是一名魔族 你能想象 当时对她的打击 有多么巨大吗 而且 也因为我那一生黑暗属性 遭受到了 末世圣殿的强烈质疑 他们不肯让我活下来 因为我是魔族的后代 身上更流淌着魔族的血脉 妈妈却说什么 也不肯让他们叫我带走 妈妈死死地护着我 她为了让我能够活下来 用自己的血液为我换血 用自己的属性为我转换 用她的爱 守护着我幼小的生命 最终 我撑下来了 在我妈妈的爱之中 坚强地活了下来 但是 我的身体机能 也终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不但自有体弱多病 更是失去了任何修炼的可能 而妈妈 她生下我之后 本就气血两亏 又为了救我而付出了身体最后的精华 在看着我成果最关键的时刻后 她终于坚持不住了 她用自己的鲜血 写下了一封简断的血树 散入锦囊之中 挂在我的脖子之上 等我长大了之后 我多次看了血树 当时 我完全不明白妈妈的话是什么意思 直到后来 直到后来你找到我 将我带到魔族 把你和妈妈的事情全部都告诉了我 我才明白妈妈是什么意思 可是 我没有将血树的事情告诉你 我不愿告诉你 我要让你的良心受到责磨与责备 是你 是你害了妈妈 是你让妈妈放话早逝 我恨你 我恨你 血树 血树 令雪竟然有话留给我吗 是什么 月儿 你告诉我 她在离死前说了什么 我告诉你 今天 我就告诉你 说到这里 白月小心翼翼地 从那锦囊之中 拉出了一张白色的布 很明显 这块布 并不规则 像是从那衣上撕扯下来的 白布上的血迹 早已变成了紫褐色 显示着 她留存年代的久远 月儿 是我和你的孩子 虽然我就要去了 但我 终于保住了她 无论你是谁 你 只是我的风铃 那风铃天下的风铃 虽然你骗了我 但爱过 我不回 魔神皇听了这句话之后 脸色突然变得一片惨白 身体一晃 手中的逆天魔神剑 猛然插入地面 这才是勉强地支撑住自己的身体 没有倒下去 她的眼神 有些呆滞 目光中 更是充满了无尽的悲伤 在这一刻 哪怕是敌对的人类强者 在听到这个故事之后 心中 也不禁产生出了 一丝同情 白月念出了血书的内容 似乎是有着一种 如是重负般的感觉 表情 也是轻松了很多 她将目光转向自己的儿子 小心翼翼地 将血书收好 放在脖子上的锦囊之内 我从小 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妈妈为我而死 感动了许多牧师圣殿的师长们 他们默默地承担起了 抚养我的责任 虽然我不能修炼 但他们 却将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看着我一天天长大 他们从未将母亲身上 曾经发生的悲剧告诉我 那是因为 他们希望我快快乐乐地活下去 如果可能 永远不让我知道这些才好 毕竟 我并不是一名职业者 并不会加入到对抗魔族的战争之中 在我十八岁那年 我遇到了星宇 她的年纪 虽然比我大了许多 但每一个少女 都有崇敬英雄之心 她爱上了我 我也同样深深地爱上了她 在牧师圣殿 师长们的祝福下 我们在骑士圣殿 就在这玉龙关内 结为连理 如果一切顺利 我们将会是一对幸福的小夫妻 我对生活 始终都没有过多的要求 只希望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开开心心地就好 但是 就在我最幸福的时候 你出现了 是你 破坏了我的生活 你感受到我体内有你的那份气息 竟是在一场魔族与联盟的大战之中将我抓走 抓回了你的魔皇宫之中 当时 我以为自己完了 以为自己永远也见不到星宇了 落入你的魔掌之中 我就没有想过自己还能活着回去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如果你们魔族敢对我施暴 我就算是死 也要为星宇守节 我手握发柴 随时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准备 如果不是为了你 或许 我在被魔族抓走的那一刻 就已经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 那时候 我却刚刚知道了你的存在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爸爸 所以 我不舍得死 孩子是无罪的 哪怕只有一丝可能 我都要坚强地活下来 将你生下来 就像当初妈妈 而不惜牺牲生命一样 我愿用我的生命 来保护你 妈妈 后来 她告诉我 她是我父亲 她感受到了我身上那份属于她的血脉气息 更看到了 我和母亲当年几乎一样的容颜 就是那时候 她将我留在了魔族大半年之旧 她对我很好 经常给我讲述 她和妈妈之间曾经发生的故事 可是 因为她的欺骗与谎言 却让我从小就没了妈妈 也没了爸爸呀 我怎么能原谅她 我 身为骑士圣殿 神印骑士的儿媳妇 却是魔神皇的女儿 那时我的心情真是复杂极了 我根本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你爸爸 直到后来 我的肚子渐渐地大了 我突然惊觉 无论如何 我也不能将孩子生在魔族 叫以死相邪 让他送我返回联盟 我这才回来了 当我进入联盟境内后 已经即将临盆 我根本就不知道 该如何去面对你爸爸 一边 是我不愿相认 却无法否认的父亲 另一边 却是我挚爱的丈夫 神类与魔族之间的仇恨 早已无法化解 我怎么去面对 我没办法面对 我不敢想象 如果有一天 我的父亲杀死了我的丈夫 或者是我的丈夫 杀死了我的父亲 我会怎么样 所以 我只能逃避 只能选择逃避 我在奥丁镇 生下你之后 就决定在那里留下来了 哪怕生活再辛苦 我也不愿意去面对 外界的一切 我思念着星宇 可是 我没有勇气 站在她的面前 告诉她 我是魔神皇的女儿 真是因为爱之深 我更加不愿意 我更加不愿意让她承受痛苦 所以 我只能避开她 不和她见面 这一朵 就是近十年啊 直到她找来 她也已经成为了 一名神印骑士 当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 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感情 终于答应她 跟她回去 并且告诉了她 你的存在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